我们是春晚开始的时候 他们才起飞 从长洲起飞 直到我们录像当天还在打旅赛 我们觉得他只要不晚点 我们就还有希望 他还提起来一会儿 我觉得老天真的是很帮我们这次 然后他们就是拎着一双鞋 带着身份证 借了500块钱就来了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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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放了你们 放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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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情冲我 我自己冲 爱情冲我 不是我 冲不冲 什么呀 冲不冲 我自己冲 放了 刚比完菜 我知道 臭的 他们臭的 咕都没回 比赛果直接过来 那你们 没有任何行列 打着飞机过来 那个时候很多的观众和球迷 都在等最后这一个节目 我们本日把它调到了最后一个节目 大家要看郎平 要看他 老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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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孩子们容易到 等到你十个小时了 然后 然后 对 我们坚持了 然后就 这人是谁啊 这人 来做数了 没有 没有 应该很有意思吧 因为 我们这个女排 确实是从 这么多年来 从江苏 走出了非常多的优秀的人才 所以我觉得这次非常 荣幸 非常高兴 能够在春晚 能够和我们全国的观众 江苏的观众朋友和球迷女见面 这还是比较正面 因为就是大家很难得的 在春晚的时候聚会 然后又可以向大家拜年 然后又为 就来出征的女排也好 一些奥女见儿 就是为她们加油鼓劲 就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好